尽管柬埔寨的经济不算发达,但人们即使在艰难的环境里,只要走出家门,一定会穿得优雅得体。 以前在柬埔寨,人们穿衣服会按照一个星期七天,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 古代柬埔寨人习惯用星秀和颜色表示一周中的那一天。 星期天穿红色,因为这一天代表太阳。 星期一代表月亮,要穿上橙色的衣服。 星期二代表火星,颜色是紫色。 星期三代表水星,要穿绿色衣服。 星期四的木星代表色是灰白。 星期五是金星,穿蓝色衣服。 而星期六,人们大都会穿上黑色的衣服,这一天代表的是土星。 如今,柬埔寨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恪守这种传统规则, 但举行宗教仪式或国家庆典时,有的人还保持这样的习惯。 这种穿衣传统在柬埔寨由来已久。 很久以前,皇宫里面的皇帝开始要求在皇宫中的侍者们按照这样的颜色规则来着装, 并且这样的规则一直被柬埔寨的皇室沿用至今。 古代高棉人的穿着,无论男女都是坦胸漏肩,下半身以步为腰,光着脚,非常适合当地的气候环境。 虽然现在依然常年高温炎热,但现代柬埔寨人穿衣习惯几乎颠覆穿透。 他们穿着朴素,一般妇女出门都是穿着衬衫布裙或是长脊脚踝的统裙。 如果过于暴露,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我这次选择的衣服是一件紫色的长裙套装。 柬埔寨的裁缝店才致衣裙的效率起高,我们一行四个人,现场两体裁衣做了五套衣服,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称得上是裁缝界的天花板了。 不过衣服的质量确实有待提高,很多地方的缝线都不够牢固,以至于我们第二天要回来给衣服反攻。 不过对我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新鲜又有趣的旅行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ço图宣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标准的戏目。 入戏中和 deck50毫米的这里可以来看, 我们会估计Sld 가는刹机。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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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要承認了 好多了 哇 太開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